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下故事 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的千古一帝秦始皇 是一个身前身后都迷雾重重的人物 尤其是他的暴毙更是充满了谜团 秦始皇死前怪事频发诡异至极 这让本身就信奉鬼神的秦始皇无比恐慌 心理压力极大 这些怪事的背后到底是老天带给秦始皇的警告 还是有人故意布下了今天的迷魂阵 要置始皇立于死地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拨开历史的迷雾 去探究下秦始皇暴毙前后的谜团 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在第五次东旬途中暴毙于沙丘宫 年仅49岁 就在秦始皇去世的前一年 也就是公元前211年 接连发生了三件怪事 闹得人心惶惶 也令秦始皇十分不安 第一件事就是营获守心 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 36年营获守心 虽然只有简简单单的八个字 却透露着极其不一般的意味 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恶兆 古人认为天上的星象代表着天的旨意 营获守心则是最凶险的天象 营获其实就是火星 由于它隐隐如火 离离乱祸 所以被称为营获 在古代 营获被视为大凶 人们认为它的出现多与 备乱 残贼 吉 桑 鸡 兵 等凶相联系 而当营获靠近星宿时 帝王的命运就危险了 星宿是古代28星宿之一 主要由三颗星组成 其中最亮的一颗代表皇帝 另外两颗 一个代表太子 一个代表皇帝的另一个儿子 当营获靠近这三颗星时 极为营获守心 一旦出现这种天象 预示着皇帝将死 天下即将大乱 在出现营获守心之后 紧接着又出现了陨石坠落 而这颗陨石又非同寻常 史记秦始皇本记 对此有明确记载 有罪星下东郡 置地为石 前首霍克七十曰 使皇帝死而帝分 就是说有一颗陨石 坠落到了东郡 落地后化成了一块石头 石头上面还刻有 史皇帝死而帝分七个大字 我们知道 古人对天极其敬畏 认为天是掌握天地万物的主宰 除了天象 那些从天上落下来的东西 也带有天所传达的旨意 所以这块石头上刻的字 其实就是老天爷在告诉人们 秦始皇将死 大秦帝国将亡 秦始皇统一的国土 即将再次分裂 一时间人心惶惶 民间开始流传各种神秘传闻 舆论动荡 秦始皇得知此事后震惊不已 立即拍玉石到陨石落地处 逐户拍查克字之人 结果一无所获 愤怒的秦始皇下令 处死这块陨石旁所有人家 并立即焚毁克字的陨石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这两件事的余波未尽 当年秋天又发生了一件怪事 那就是秦始皇用来祭神的一块玉壁 在沉入水底八年之后 竟然被人送了回来 史记秦始皇本集完整记载了这件事的经过 有一天一名被派往外郡船指的使者回来 向秦始皇禀告了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使者说他赶夜路经过华英时 突然有一个人走过来拦住了他 这人将一块玉壁递给他 让他帮忙转交给秦始皇 并告诉他今年祖龙死 使者不明就里追问他是什么意思 但这个怪人什么都没有说 转眼就消失了 使者回到县阳后 将玉壁交给了秦始皇 秦始皇听了使者转告的话 沉默很久 才说山鬼顾不过之一岁事也 山鬼是民间传说中的精怪 法力低微 能预知未来一年内的事情 而他所说的今年祖龙死 就是指秦始皇将在一年内死亡 秦始皇显然已经悟到了这其中的意思 但他故作镇定 对身边的人说祖龙者人之先也 意思是山鬼所说的祖龙是他的先人 后来秦始皇将使者带回来的玉壁送去查验 却发现这块玉壁竟是八年前他巡游渡江之时 为祭祀水神而投到江水中的那块 如果把这件事串联起来 就会发现其中大有深意 水神不愿意接受秦始皇的祭祀 或者是水神知道秦始皇命不久矣 自己也无能为力 所谓无功不受禄 于是水神将玉壁退还 这进一步预示了秦始皇已经活不长了 秦始皇信奉鬼神而且十分怕死 因此自登上地位后就一直在寻找不死敌方 《十一记》中就记载他派人去东海寻找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药 但长生不老药一直没有找到 而诡异之事却接二连三地发生 可以想象这给秦始皇带来了多么沉重的心理负担 为此他坐卧不安心神不宁 惶惶不可终日 于是他找来了相补者占卜 终于找到了化解危机的办法 那就是迁徙和巡游 于是秦始皇将三万户居民迁徙到北河渝中地区 并给每个迁徙户赠送一级爵位 同时他也决定进行第五次巡游 可就是在这一次的巡游途中他死在了沙丘宫 据说秦始皇暴毙的时候正值夏季 他去世后五十多天尸体还保存完好 一点腐烂的迹象也没有 有人猜测这和他从前吃长生不老药有关 但即使如此秦始皇的死已成事实 他去世后天下的局势立即就乱了 赵高甲传圣旨害死了秦始皇主义的扶苏 扶胡亥上位 而胡亥继位仅一年 陈胜吴光起义正式拉开了秦朝走向末路的序庄 我们再回过头看看 之前所讲的三件怪事分别预示了什么 银获守兴预示了帝王将死 陨师坠落预示了秦始皇将死 大秦帝国将亡 陈碧复返则直白预言了秦始皇的死期就在一年之内 而这些预言几乎全都应验了 难道说秦始皇的死真的是老天爷的旨意 是天要王秦 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让我们再仔细审查下这三件事 首先是银获守兴 如果把银获和星宿换个说法 换成大家所熟悉的火星和天蝎座 那就比较好理解了 火星在运行过程中 与土星及天蝎座最亮的恒星星宿2 连成了一条直线 在视觉上产生了火星替代星宿2的效果 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天文现象 定期会发生 与上天的旨意显然没什么联系 只不过古人迷信 加上一些有心人的推波助澜 将这件事与帝王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陨石刻字就更好理解了 很明显是以人有意为之了 陨石降落的东郡 原先是齐秦两国的交界之处 在秦始皇即位之初 吕不韦主政时期打下来的 后来成了秦国一个东方大军 当地的贵族对秦始皇的统治心生不满 恰逢陨石坠落 他们就趁机借题发挥 在石头上刻字 造谣货众 以达到他们推翻秦朝统治的目的 至于陈碧也容易解释 八年前秦始皇投帝祭祀水神 这事一定有不少人知道 所以只要前往秦始皇陈碧之地 将玉碧打捞上来 然后再趁夜送给使者就能造成水神环碧的假象 三件看似孤立的事件却都与秦始皇有关 还都在预言他的死亡 所以很明显一定是有人在幕后 为秦始皇的死打造舆论 其目的就是给秦始皇施加心理压力 让他感到恐慌 秦始皇信奉鬼神又十分怕死 这三件事显然对他是巨大的打击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秦始皇无时无刻生活在忧虑和恐惧之中 这无疑加速了他的死亡 那么是谁在幕后操纵一切 又是谁在设局加速秦始皇的死亡呢 显然安排这一切的人只有秦始皇身边的人 因为他熟悉秦始皇的一切 所以能精准戳中秦始皇的要害 而同时因为他隐蔽在秦始皇身边 对秦始皇的动向非常了解 所以能够完美避开秦始皇的猜疑 多年来史学家们都在寻找这个幕后之人 但至今无解 不过从秦始皇的死 谁获益最大的角度来猜 人们猜测幕后主使应该是胡亥和赵高 郭毛若就曾在一篇小说中 为秦始皇之死设计了一个大胆的情节 胡亥赵高故意在饮食中下了毒 导致秦始皇病倒 然后用铁钉插耳的方法 残忍地杀害了秦始皇 今天的天下故事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加订阅